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 乌帆园影碧空尽 为见长江天际流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直播学习 2022年初级会计职称考试 抢先学的初级会计实务 那么首先还是这句话 大家应该是有这本书 这叫初级入门一本通 如果你还没有的话 过两天你也就能收到了 如果目前没有 你可以下载电子版的讲义 同时这段期间还是这句话 要求各位同学我们要快乐学习 一定要快快乐乐的跟我一起学 不要把它当做学习 就把它当做一个放松的过程就可以了 那么今天我们还是要把第二个模块 基础会计知识英知英会的 最后一部分重点内容 来帮助大家进行介绍 那就是会计分入 我们首先做一下上节的回顾 上节我们讲两个问题 一个叫借贷记账法 另外一个叫会计科目 那首先借贷记账法 是以借和贷作为记账符号 把一个经济业务在相同或相似的 两个会计科目当中来进行反映 那么对于借贷记账法 它的记账规则叫有借必有贷 借贷必相等 这个一定要知道 做梦也得会说 有借方一定有贷方 借方和贷方的金额一定是相等的 那么再往下是会计科目 我们把会计科目分成了六大类 分别是资产类的 负债类的 所有者权益类的 主要它不叫收入费用和利润 叫成本类的 共同类的和损益类的 那在上节课呢 我把我们能够在这个阶段 用到的一些会计科目 分别核算的内容 给大家进行了介绍 同时呢我也告诉大家 我们这本书的22页 会有一个会计科目的表 是吧 你把这表没事的时候 就拿出来去看一看 那上面写的都是中国汉字 基本上我们初级用到的 这些会计科目的名称 都比较好理解 没有太多会设难懂的 那对于资产类会计科目而言 还记得吗 它的增加在借方 减少在贷方 期末余额一般情况下在借方 对于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类的 会计科目 它的增加在贷方 减少在借方 期末余额一般情况下在贷方 那对于随移类当中的收入 增加在贷方 减少在借方 期末无余额 而对于随移当中的费用 增加借方 减少贷方 期末无余额 那还有一个成本类的 成本类的 比照资产类的 增加借方 减少贷方 期末一般是借方余额 OK 这是我们上一节课给大家介绍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介绍第六个问题 叫快递等式 实际上快等式大家你都学过了 快递等式又称之为叫会计横等式 什么叫横 永恒永远 也说无论你解发什么样的经济业务 这个等式永远是成立的 你不要妄想 说老师 我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经济业务 这等式是不是就不成立了呢 你不要妄想了 不可能啊 那么快递等式也称之为叫会计平衡公式 它是表明快递要素之间的 关系的这么一个等式 那么它包括两类 第一个是反映静态快递要素的 那就是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 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 啥意思 就是你解所有的资产 两种来源渠道 第一投资者投入的 这叫所有者权益 第二向债权人介入的 那叫负债 所以你解所有的资产两部分构成 一个是向债权人介入的 另外一个是所有者投入的 OK这是第一个 第二收入减费用等于利润 它是一个动态的快递等式 这个为什么叫动态的呢 它跟静态有啥区别 来举个例子 各位同学 此时此刻你有多少资产 看看你的微信钱包 看看你的银行存款 再看一看你的支付宝上 有多少存款 你有多件衣服 你有没有房产 你有没有车辆 你有没有其他的东西 这就是在这个时点 你有多少资产 那当然比如说 你欠花费 你先借备一堆钱 那就是你的负债呗 只有所有的资产扣除负债 剩的就是你的激资产 祭所有者权益 0737说还没有脱贫呢 你这话不能说 我们现在已经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了 已经脱贫了 再来是动态的 动态啥意思呢 就是收入减费用等于利润 它不是嘎巴这个点 是一段期间 你比如说我们平时总说 你这个月开了多少工资 你这一年赚了多少钱 对吧 所以啥意思呢 就是一段经营期间 你有多少收入 你发出多少费用 有多少净资产 归属于所有者的净资产 对不起 归属于所有者的净利润 所以收入减费用等于利润 当然我们这里还有一个综合等式 这个综合等式 在上节课我已经让你写在书上了 那就是资产等于负债 加所有者决议 加收入减费用 各位 这个你要把它记下来 明白了吗 这个你要把它记下来 OK了吗 好了 OK扣1了 各位同学 现在我们所讲的这些 所有的那种 其实都是为了下边服务的 就是最为关键的 各位 我们前面讲了四节课 这四节课干什么呢 都是为会计分入服务的 不光我前面讲的是啥 其实最后都是为了会计分入服务的 那么对于我们企业发生的经济业务 一定要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 那么确认计量和报告 中间我们初级教材当中 增加了一个记录的过程 那这个记录就是把你所发生的经济业务 记录在会计分入当中 它相当于是一个载体 举个例子吧 各位啥意思 你有没有记过账 我不知道咱们今天参加直播的各位同学 你有没有记过账 什么叫记账 你这月开了多少钱 或者是你在学校 你的父母给你了多少钱 你这月花了多少钱 月末 你还剩多少钱 这不就是记账吗 我想当年记过账 那时候工资不多 一千多块钱 那时候我一千多块钱我记账 哎呀 说今天交通费发了多少钱 这月电话费花了多少钱 这月买零食花了多少钱 这月买服装 买衣服花了多少钱 哎我会记账的 然后我给自己个目标 说我这月要涨500块钱 那你看到月末 你有没有达成目标呢 对吧 其实这不就是一个记录的过程吗 那把这事放到企业同样如此 那你说企业买材料 生产产品 把产品对外交受 这一定要进行记录的 所以这里它一定会有什么 各位 一定会有资金的运动 资金的运动 这个运动是一个形象化的比喻 啥意思呢 就是说白了你钱在变 这个钱这个资金是广义的 有可能是货币资金 也可能是非货币性资产 所以资金在运动 那么它在运动 咱们也不能坐以待毙 也不能在这坐着不看 不管怎么办 记录 用什么 用会计分录 来我们先看一下 会计分录它的定义 简称分录 所以以后我再说分录分录分录 你就知道 其实它是一个简称 叫会计分录 是对每项经济业务 列示出的 应借应贷账户的名称 及其金额的一种记录 那啥意思呢 你从这个定义上来看 就是它发生的经济业务 企业只要跟资金运动相关 它发生的经济业务 我们就要采用借账法 来编制会计分录 说清楚了吗 那会计分录实际上它有三个要素 第一个就是 央借 央贷 它的一个方向 第二个就是对应的快计科目 你比如说我讲过原权料 我讲过银行充款 我讲过固定资产 我讲过短期借款 对吧 第三个就是金额 所以你会发现 这里它有三个要素 分别是英介和英带 对吧 第二是会计科目的名称 第三个就是对应的金额 所以这里是有三个要素的 那我算不算是你们的启蒙老师 就是会计的启蒙老师 如果算的话 请听好我一句话 以后将来大家真的学中级 学诸会的时候 不要再问老师了 说老师 我把会计分录的名称写对了 金额写错了 能给分吗 不能 因为三个要素 你有一个是错的 第二 老师金额写对了 但是科目的名称写错了 能给分吗 不能给分 老师金额写对了 科目写对了 但是借贷方向写反了 能给分吗 不能给分的 所以如果我算是你的 会计的启蒙老师 记住以后不要再问其他老师 这种比较低级的问题了 因为会计分录 会计分录它有三个要素 分别是应届应代 会计分录的名称和对应的金额 所以各位不给分了 一定是这三个都是正确的 那么初期考试因为都是选择题 所以不需要 不需要你写 不需要 不需要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会计分录它的一个样式 首先借方在上 贷方在下 这是借原材料 A材料来咱复一下原材料是资产对不对 这是一级总账科目 A材料呢 这是二级明细科目 后边金额是3500 然后贷跟借呢 注意不是在一列 贷要控一列 错开贷 贷号 银行充款中行 3500 来 有借 币有贷 借贷 币乡 等 狗同学 能看得懂吗 未来你在写分录的时候 你能不能给我写成借贷在一列上 各位不行啊 借贷你得给我空出一列 说清楚了吗 OK 这就叫会计分录 那么实务工作当中 没人写会计分录啊 这会计分录 它的载体是什么呢 叫会计凭证 专门有这一张纸 在凭证上 有固定的格式 你把这些东西放到凭证当中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在实务工作当中啊 但是在考试的过程当中 各位同学 得写会计分录 它不会让你去编制会计凭证 这个 这叫小雨 是吧 有信心 有信心就是对的 好 那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 这个会计分录 它的一个分类啊 我们包括简单的会计分录 和复合会计分录 那说什么叫简单的会计分录呢 那就是一借一代 刚才这就是 一个借方 一个代方 这叫一借一代 这就是简单的会计分录 那说还有复合会计分录 那就是一借多代 或一代多借 或多借多代 啥意思 如果是一个借方 一个代方 那就是简单的 对吧 如果是非一个借方 或一个代方的 那就是复合 户外地方 那这样的话 我可以给大家写几个 你可以看一下 来 你比如说 刚才看到的是一借一代 我再给你写一个 一代多借 这个具体是啥 你不用管 我就让你看一看 它长什么样子 你比如说 借 原材料 我争取 把这字写的工整一些 一签 然后借 应交税费 应交 增值税 括号 信息 证一下税费 我都好多年 不 规规整整地写字了 这个是让你们提的建议 我要接受 所以我得 规规整整 公公整整地去写字 然后再来带 银行存款 这一笔一环写字对我来说真的太难了 一笔一环对我来说太难了 来 各位同学 这就叫一贷多借 看一看 有借币有贷 借贷币相等 你看借方一个一千 一个一百三 加在一块是一千一百三 代方银行存款也是一千一百三 所以这叫有借必有贷 借贷必相等 娃娃菜 你记住了吗 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 这叫一贷多借 那我再给你写一个 再写个什么呢 是一借多贷 一借多贷 我再给你写一个 来 比如说借 应收账款 一千一百三 你注意啊 你看我写的时候都错开了 带 主营业务收入 一千 带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得 肖像税费 一百三 这叫 由借必有贷 借贷必相等 来来来 借方是多少 一千一百三 对不对 带方这俩加一块多少 一千一百三 所以这叫由借必有贷 借贷必相等 这叫一借多贷 这也叫复合快递分入 各位 复合快递分入 这东西考试 它不会让你去说 这是简单快递分入 还是复合快递分入 只是我们这个阶段 让大家常常先看一看 常常先看一看 那还有一种叫 多借多待的 目前这个阶段 我们暂时用不到 老师你能不能给写一个 能那不太有了吗 我能给你写借方十个科目 带方八个科目的 你信不 真的写出来 借方有十个科目 带方有八个科目 真的可以 没有必要 这个东西没有必要 所以咱们先简单了解 那大家可能现在 有点心里痒痒了 你教教我怎么编 别着急 一会儿我们有个大的例题 我教大家一步一步往下编 OK了吗 来 接下来我们看第七个 第七个是 这个第八个 是会计报表 你说我几个发生 这么多的经济业务 是不是 那一个月不是几百笔几千笔 甚至是过万笔 有那么多的会计经济业务 怎么办 编制会计分入 那这个会计分入最后 人家比如说老板来了 我是老板 我是老板 假如说我是老板 来我再找一个 还是那个娃娃菜 娃娃菜 我这一月有多少收入 我多少钱没收上来 我多少利润呢 你说咚这一堆 自己看快递分入 自己看快递评证 自己看账 我要你何用 所以怎么办 我们需要把这些散的 一个点一个点的连成线 你看这个举这个比喻 真的非常非常恰当 啥意思呢 你看我们编的每一个快递分入 这都是单点的 是吧 每一个快递分入都是单点的 然后呢 我们会把有关联的连成线 这连成线 然后再把线与线之间 再给它关联上 就变成连成网了吗 是不是 就变成连成网了吗 线与线之间 关联上 那不就变成网了吗 是不是 就变成网了 那这个织网的过程是什么 对 就是会计报表 这个很形象 各位同学你们织过毛衣吗 你们织没织过毛衣 这个毛衣就是吗 拿线嘛 一点点去织 是不是 这个我上学的时候 我们那个课外活动 别管男生女生都织毛衣 当然不是毛衣 织微博 我们上学的时候 我小学的时候 我记得很清楚 明天每个人带一卷线 毛线 然后带两根针 干什么 教你们织毛衣 当时说织毛衣 其实就织个微博 因为微博好织嘛 你说 这个东西 你们有没有这种体验 我有过 我现在还会织呢 那东西很简单 所以这超级简单 所以你发生的经济业务都是一点一点的 对不对 那我把经济业务变成快递分路之后了 然后把这些有关联的快递分路可能去登账 然后最后根据账簿 我们要编制会计报表的 各位 来吧 我们看看快递报表 财务报表是指 我们企业经济状况 财务状况精神果和现金流量结构性的表述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要知道一套完整的财务报表 要包括四张报表和一个付注 四张报表和一个付注 四张报表分别是什么呢 叫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以及付注 这四张报表叫什么名称 慢慢慢慢的你就会了 现在你不需要记它 但是我要解释一下 这个付注是啥意思 各位付注是啥意思呢 你买个新产品 你不会用怎么办 来我问问你 你现在买个新产品 高科技啊 你不会用怎么办 你比如说前两天 我买一块表 这表呢是有来牙功能的 它是可以跟手机去关联的 那手机下个APP 然后就可以跟那个表去关联 那你说这东西 因为我不会用我得怎么办 我得这么办 看什么 看说明书 或者找攻略 对不对 不会用 那就看说明书 可能现在看说明书的不多啊 一般人呢都太懒了 怎么办 上网上找个视频 教你一步一步一步的去操作 所以这个报表 各位 它说的再清楚 也有一些东西在报表上没法体现的 那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用一个说明书 把报表的这些项目 包括这里边有些细小的东西 给你说明 所以报表的复述相当于是说明书的性质 这回是不是很形象啊 各位 这回是不是很形象 OK了吗 有同学说不会找度娘 是吧 out了 现在还百度呢 out了 是不是 你们这真的啊 你们是80年代的人吗 还用百度呢 现在都不用百度了 你知道吗 你就是太out了 是不是 太out了啊 具体用什么 那是你自己的一个习惯 反正我现在是基本上不用百度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不用百度了吗 因为刘老师不需要搜任何东西 不需要搜任何东西 怎么样 是不是太法尔赛了 突如其来的法尔赛 好了 各位同学 看看报表啊 资产负债表 它其实这里是有三个快要素的 分别是资产 负债 所有者权益 所以你看啊 它的报表长这样 你们可以翻书啊 后边书有一个报表的付录 来来来来 翻一下 在24页 你会发现它的左侧是资产 右侧是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我们说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 对不对 所以你资产的总计 来看报表啊 下边资产的总计会等于什么呢 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的总计 明白了吗 资产的总计会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的总计 知道就行 说这表怎么编 不要求 你缝了呀 现在就想学 可千万别学习 现在学习 那不行啊 到时候你就忘了 现在咱就快快乐乐的 知道点基础知识就可以了 明白了吗 知道点基础知识就可以了 谁也不许给我学习啊 我看到谁学习 我就八级技术去踹你去 不许学习 现在就是跟我快快乐乐的玩 好 那再来就是利润表 利润表它是根据收入减费用等于利润 对吧 收入减费用等于利润 各位 那不就从收入开始 咚咚咚咚咚咚 算算 第一个叫营业利润 第二叫利润总格 第三叫净利润 就算利润就行了 这个很简单各位 明白了吗 这个很简单 还跟他瞎聊呢 还跟他瞎聊呢 别聊了 你说我这个满嘴鸭冒白沫着 我跟你跟他讲 你还跟他瞎聊啥呀 是不是 别聊了啊 考试就这两张表 剩下的表不需要 等正式到今年10月份 真的官方下教材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教你 这几张表到底怎么玩 好了 第二部分我们讲完了 各位 今天的重头戏是第三个模块 会计分录实操 明白了吗 会计分录实操 这是我们今天最为重要的内容 各位 我抢先学这五节课 要让你达到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汇编分录 来 把汇编分录给我打在公屏上 今天我要求各位同学 你要汇编会计分录的啊 所以把汇编分录给我打在公屏上 有没有信心 有没有决心 有没有耐心 跟我把分录一个一个的学下来 各位这是基础啊 不管你未来学终极呀 学朱块呀 学事务师啊 都得汇编分录的啊 好了 来吧 我们这个书啊 刘洋老师 贡献了他的一个案例 就是奶茶店 这个 你说我这五大山书的是吧 我怎么能喜欢奶茶 我要编我肯定不编奶茶的例子 所以这是我们刘洋老师给大家编的一个例子啊 所以呢 我用这个例子帮助大家一个一个的会计分录 我帮助你一个一个的 咱都把它掌握一共是八个 那一共就八个 那这八个你掌握的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好不好 来了 我们先看一看这个基础的案例 各位你们喝奶茶吗 你看我们现在奶茶的品牌有很多 有喜茶 耐血的茶 还有这个一点点 太多了 我这个人不喝奶茶的 我从这个有奶茶到现在为止 喝的奶茶不下五杯 就是从有这个奶茶这事了 一直到现在为止 我喝的奶茶不下五杯 自己没花钱买过 说刘老师你这么抠 不是我抠因为我不喜欢喝这个东西 然后我身边的人他们喝 劝我喝我都不喝 白给我买我都不喝 实在面子上过不去了 买一杯我才喝 好喝吗 好喝 但我不敢喝 喝奶茶太让人胖了 所以我喝的这个基本上 我喝什么 我喝咖啡 每天必喝一杯冰咖 冰美顺 然后我会喝绿茶 这不是自己冲泡的 原来我是喝自己冲泡 绿茶现在太麻烦了 就直接买了 绿茶其实呢 我喝它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那个糖比较少 照比其他的饮料而言 它那个糖比较少 仅此而已 别的东西基本上不喝 水呢就喝矿泉水呗 别的东西我不喝 酒我肯定是不喝的 刘老师不喝酒 这个真的真的 这个酒对我来说真的就是穿肠毒药 喝完之后脸痛红浑身难受 那东西有啥好的 是不是 所以呢 可能女生都喜欢喝奶茶 是不是 喜欢喝奶茶 所以来来来 咱们以奶茶为例 咱们以奶茶为例 抽烟喝酒烫头 这是于谦老师的三大爱好 不是我的 我不烫头 来来来 2021年10月穿越了 现在还没到呢 小丝瓜与多位朋友共同筹备 经营小丝奶茶店 奶茶店由八位投资人作为股东 投资设立 小丝瓜作为经营者 参与日常管理 本年发生的融资 生产 销售等事项不下 各位啥叫融资 懂不懂 我讲过啊 我讲过 咱听笑话也行 听故事也好 融资我讲过 啥叫融资 说白了 借钱 对不对 融资是不是借钱呢 各位 就是借钱嘛 生产这不用说了吧 销售这不用说了 所以那就是借钱 然后买材料生产 生产出 然后把它销售了 销售 看什么要求啊 说不考虑任何税费 因为你现在你也不知道有啥税费 哎 你应该知道了吧 你们经济法基础 陈硕老师有没有给你讲 18个实体税种都包括哪些 有吧 我们这不考虑 那我们不考虑 18个实体税种 你能记下来吗 你记不下来 我能记下来 然后逐项分析并写出各项经济业务的快递费路 答案进入万员单位表示 来吧 各位同学 在一个一个分析啊 首先看第一 融资 其实说白了 这个企业从无到有 你不得给投钱吗 接受股东投资 八位投资人作为股东 分别投入 哎呀 这叫什么茶筒 封口机 技术材料及现金 投资人投入资产明细见下表 来这个 哎呦还有我呢 我一个不喝奶茶的人 结果在刘洋老师的口中 我变成有技术的人了 是吧 专利技术 是奶茶需要专利技术吗 不就是把奶 茶 各种添加剂 各种猪 往里头堆 就那东西 我感觉 你要看做那奶茶 那不就是 把各种那个粉末的东西 通过热水啊 通过冷水啊 搅和搅和 是吧 再加点什么这 再加点什么那 逛着逛着 一杯奶茶出来了 对不对 一杯奶茶卖20块钱 它的成本不足10块钱 就单品奶茶的成本 可能就两三块钱 是吧 水是暴利 各位 无论是饮料 还是矿泉水 是暴利 明白了吗 哎那都是暴利啊 所以你看啊 就这东西 我还有技术 我用专利技术 哎 我问你 专利技术 是货币吗 它不是啊 专利技术 它不是货币 明白了吗 那是什么呢 非现金资产 怎么办 评估一下 价值300万 我拿眼睛少一下 我这钱去读 我是大股东 300万 然后加 实价 实价有钱 拿现金 150万 刘洋 奶茶机 他编的 他自己有奶茶机 好了 奶茶机也是 非现金资产 那对于非现金资产 怎么办 评估 对吧 评估一下 说价值80万 我的天哪 是什么奶茶机 这么贵 风口机 陈硕 哎呀 风口120万 这一看就没有生活经验 那个破风口机 一万二都不止1200块钱 那当然人家可能大规模生产呗 对吧 不是那种简单的奶茶店 那风口机 120万 茶叶 固言 价值30万 小复拿牛奶 我天哪 牛奶40万牛奶 我天哪 真多 蒋老师 蒋明热 拿珍珠 珍珠评估下来 20万 这些都是材料的 其实 然后 这个郭文静 这叫什么 鱼儿啊 10万 这什么东西啊 这什么东西啊 我也不知道啊 真的真的 我对奶茶真的 也谈不上喜欢 也谈不上不喜欢 反正是这个东西 我是不会自己花钱去买它的 嗯 我不会自己 芋头是吧 芋头做的 哦 哦 就跟珍珠差不多 看给你们能耐的 好了 各位 我问大家个问题啊 你说这些东西 投到了这家公司啊 就是小丝瓜这家公司 各位 我问你 还是不是这八个人的了 是不是 不是了啊 不是这八个人的 那是谁的呢 是谁的 应该是这家公司的呀 对不对 那咱挑一挑 你看啊 这叫什么 这叫钱 对吧 钱你投下来 你不能真的拿150万吧 150万你见过吗 这个10万块钱 大概是这么 这么大 这么高 10万 150万15个这么多 也挺沉的 是吧 你手一个手 你未必能拎得起来 所以一般呢 它是通过转账的方式 直接打到这公司的账号 那所以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银行存款 公司的银行存款会增加 这能跟上吗 那再来 我投这个专利技术 专利技术是啥呀 各位 我讲过 你看不到 摸不着 不具有实物形态 你能够拥有过控制的 这叫什么 无形资产 能不能反应过来 那这叫无形资产 一看这是我大股东 300万 然后再来 你看这些东西 奶茶机呀 风口机呀 这是什么 机器设备 机器设备是啥呢 各位 这叫固定资产 对吧 这叫固定资产 再来这一堆茶叶 牛奶等等吧 这些是什么呢 各位 你生产奶茶 要用到的材料 那它是什么呢 它应该是原材料 对不对 它应当是原材料 再算一算啊 这是200 这些加在一块 是多少啊 100 对不对 那你看啊 咱们这八个人 投资这家奶茶店 真讨厌 写什么奶茶 这还有个平鞘舌 在这里 是吧 奶茶店 一共总资产是多少 300加150 加200加100 这是750 所以加了一块 应该是750万 投资一家奶茶店 花750万 养金鱼了 养金鱼了 是不是750万 各位同学 接下来我们根据这个经济业务 我们要进行 会计分入的编织 来来来 特别是零基础的同学啊 各位 一定要认真听咯 我看到同学 有跟我反馈 老师 你还能不能再讲慢一点 再讲慢一点 我就再也没法慢了 真的慢不下来了 就要认真 然后刻下了呢 你多看一看啊 来 原材料是资产吧 固定资产是资产吧 银行充款是资产吧 无形资产是资产吧 对不对 来 这些东西是不是增加了呀 那你告诉我 资产增加在哪方 你要会的 你别给他炫了啊 你炫啥呀 你会的你甭炫了 再借方再借方 你给我打出来 你会你不用 零基础的 各位没学过的 你告诉我 你们会的这些 你不用给我打字 是吧 这是小儿科 对你们来说就是小学 小学都不是 幼儿园大班都不是 幼儿园小班的 是吧 所以会的咱不用打字 不会的 你想想 资产增加在借方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分别要借什么呢 无形资产多少 金额300万 银行充款金额多少 150万 固定资产金额多少 200万 原材料金额多少 100万 加了一块多少 750万 所以这个分路 借方的科目咱是不是找到了 对不对 那接下来再想想贷方 各位 有借必有贷 借贷必相等 你看 它这个经济物发生之后了 你企业资产多了 你就想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 对吧 你资产多了 你往那边想负债多了吗 没 那什么多了 所有者权益多了 那所有者权益多了的话 各位同学你告诉我 啥多了 数人投资者投入的资本呢 那用到的快递科目叫什么 叫实收资本 能不能反映过来 叫实收资本 所以接下来 这快递分路 你自己也写一写啊 别在这打这儿咯 借 无形资产多少 300 这是我的 是吧 然后借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是多少 来的 200 然后借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是10加的150万 然后再来借原材料 加这一块是100万 注意啊我这都没写明细科目 实际上是应该写明细科目的 但是我们这个阶段 还明啥信 要什么自行车啊 先把这些能够落出来 好借方就这些 没问题了吧 那再来代方 代方我们刚才分析了 你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 对不对 你资产多了 那你就想这个等式永远是成立的 你资产多了 是不是资产 要使等式成立 要么资产减少 要么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增加 你等式才能成立 对不对 你想想资产减少了吗 没有减少 负债增加了吗 没有增加 没有负债 那只能是所有的权益 所以我们接受投资者投资 那么他增加的叫什么 叫实收资本 这个我上次讲过 我讲过实收资本 而且我当时让你记得 只记一个实收资本 你记了吗 所以实收资本要增加 那就贷 实收资本 那为什么再贷一方呢 你看 这个真好玩 是吧 为什么再贷一方呢 各位 实收资本属于所有者权益 所有者权益类的快递科目 增加在贷一方 No 邮借 必有贷 借贷 必相当平了 好神奇啊 这不你一贷多借吗 上来就是复合快递科目了 平了 对不对 所有者权益增加在贷一方 OK吗 当然 如果我们要明细合算的话 那这个实收资本要有明细的 分别是刘中老师300 石家老师150 然后陈硕 每个人都有明细的 就二连明细写它的名字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这阶段 就不用考虑明细的这些事 你就把快递科目 整体上能够把它给我写出来就行 OK不 来 各位同学都得会啊 都得会 你以为结束了吗 你以为结束了吗 来看好了 咱换一个水塘甲 对乙 进行投资 投给以什么呢 投给以1000万 货币 再加价值500万的一台设备 现在会计主体是乙公司啊 会计主体是乙公司 那么我想问你 站在乙公司的角度 它应当如何编制会计分入呢 还是这思路啊 给了100万 这叫银行存款 对不对 银行存款属于资产 一定要按照我这思路去啊 首先你要分析这个业务 它是导致资产负债所有的权益 哪个项目增加或减少了 明白了吗 一定要按这个思路啊 货币资金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属于资产 资产增加在借方 那个是借 银行存款 多少呢 1000万 好 接下来给设备了 设备叫啥 叫固定资产 对不对 能反应过来不 设备 房屋 车辆 电脑 这都是什么 一般情况下都是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是资产 资产增加在借方 所以那应该是借 固定资产 500万 好 假把这些钱和这个设备 投资给乙公司 那么站在乙公司的角度 它是不是多了个股东 多了个老板 多了个投资人 他接受投资 来告诉我带什么 应该带啥 是不是十收资本 所以应该是带 十收资本 1500万 这叫拒一反三 是不是 各位 未来要会抢拿的 未来你是要会抢拿的 会了吧 没有问题了吧 各位OK了吗 借一行冲款1000万 带十收资本 借固定资产500万 带十收资本 分开写行不行行 我刚才是把这俩分数给它分开了 可不可以 可以 合在一块行不行行 你爱分就分 你爱合就合 总而言之 这个经济业务你会了吗 你OK了吗 没问题了吧 好了 第一个 咱们就算过了 那接下来看第二个 钱不够 150万 流动资金不足 那么小四奶茶店 在21年12月1日又穿越了 向大金银行借款120万 还向于当日 倒账并存入银行 该笔记款器械一年 年利率10% 小四奶茶店 按月记提利息 按计支付利息 来 各位同学 咱先分析啊 你干什么了 你借钱了 你借钱 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你说欠人钱 你第一个反应是欠钱 欠钱什么多了 负债 这是你第一个能够反应出来的 对不对 是吧 这是你第一个要能够反应出来 好 负债钱 负债 借钱 那不就是一个借款吗 对不对 那期限是一年 我说了 小于等于一年的叫什么 短期借款 负债增加了 那你就马上想 负债增加在哪方 想 贷方 那这贷短期借款多少 120万 有借并有贷 借贷必项 对不对 接下来你要研究什么 你要研究借方是啥 你啥多了呀 你负债多了 同时这钱是不是也给你了 你说把钱已经存到银行了 那么你的银行存款多没多 是不是也多了呀 银行存款是资产吧 资产增加 在借方 所以借方是啥 银行存款 有借 币有贷 借贷 币相等 所以这个就应该是借 银行存款 120万 贷 短期借款 120万 有借 币有贷 借贷 币相等 平了 当然我们还可以这么去理解 说我现在我上来没反应出来 是短期借款 咱就挑简单的来 你借钱 钱是不是要多 钱多了 纯银行 银行存款 说要增加 银行存款是资产 资产增加 在借方 所以借银行存款120万 OK吗 好 接下来你再去想 我虽然借来的钱 但是 我还欠人家呢 负债也会增加呀 对吧 负债增加 再带一方 所以我要带一个负债 那你看是啥借款呗 一年以内的还一年的 是短期借款 大于年的叫长期借款 那你很简单 我们这个是期限是一年的 那应该是短期借款 所以贷短期借款 120万 OK吗 0167你OK吗 好 再往下没结束 他题目当中还这么告诉你啊 说得记题利息 啥意思啊 各位 来你看这里 有好多稀小的点 你告诉一年利息 你会不会算 120万乘以10% 这是一年的吗 所以一年是12万吗 老师这个我不会 回路给我重造去 你没逼啊 回路重造去 老师这我们上学都没学过 不用学 常识 人间常识 这东西不用学啊 来 12万 那一个月呢 一年12个月 一个月不就一万吗 是不是 我们为什么要记题利息呢 你看他说 利息是I月记题出来的 然后按记支付 那就三个月付一次呗 是吧 那就三个月付一次 那为什么要记题利息呢 全折发生制 你想想 你再用人家这个资金 一个月是不是要付 一万块钱的利息 只不过你现在没付 所以一年下来是12万 每个月是一万 对不对 所以全折发生制 我需要记题利息 没付 但是你权利责任发生了 你就得记题呀 好 这利息你付出去了吗 还没 那既然没付出去 各位 这是什么 负债呀 对吧 是你的负债呀 好 这是第一个 负债要增加 第二 你这利息会导致资产增加吗 不会 那它会导致资产减少吗 各位 你现在没有付出去 不会导致资产减少 但是 它会导致你的费用增加 那你马上拿来就想 费用 随一类当中的费用 我讲了三大期间费用 分别是管理费用 销售费用 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 那你告诉我这利息应该是 这三大期间费用的哪一项呢 哪一项 你想想销售有关的是销售费用 跟资金有关的借钱还钱 这叫什么 财务费用 所以我们这一万元的利息 应当把它记录到财务费用当中 来 各位同学问你啊 费用增加在哪方 借方 只有资产和费用是借方的 对不对 所以费用增加在借方 那么我们月末记题时 那应该是借财务费用 一万 因为你没有付出去嘛 所以会导致负债增加 那你说增加这个负债叫什么呢 如果你要看了那个后边的科目 你就知道了 有一个叫应付利息的 跟它是不是完全匹配 不是利息吗 付了吗 没付呢 就叫应付利息 所以负债增加在借方 借应付利息是一万 这个反应过来了吗 刚才有同学问 这个为什么不是应付账款呢 这个你上课就没有认真听 可能压根就没有听 压根就没有来上课 什么叫应付账款 我买你东西 我不给钱 这叫应付账款 我向银行借钱 那不叫应付账款 那叫短期借款 小学员得过应 至少六年级得毕业呀 短期借款 这明显就是跟借款相关的 怎么能用应付账款呢 对吧 用不着应付账款 红油果说有点蒙 哪蒙了 你别光说有点蒙 你说人刚才同学说 为什么不用应付账款 我还能看得到 你说你有点蒙 你蒙你是怎么蒙 是因为我讲课 你蒙了 还是因为你吃多了蒙 你得说清楚 OK了 这还讲得快 你们就是身在福中 不知福 你不要妄想 现在你能学会 这得慢慢熏 明白了吗 慢慢熏 这刚开始 我给你们诊断一下 看到了吗 我给你诊断一下 你们现在的症状是什么呢 感觉自己很聪明 但这个质点 你又没反应过来 备受打击 但我跟你讲 现在不用你学好吗 你就听就行了 你能听下来就行 不用你学 不用你学 来 同学问什么不是三万 一个月吗 一个月不一万吗 对不对 一个月是一万 你12月做一个一万 这12月份做的 一月份再做一个 二月份再做一个 加了一块是不是三万吗 明白了吗 加了一块是三万 我们现在是一个月 所以呀 我不愿你们 因为我没有让你们认真去学习 我让你们就是帮听笑话 这不愿你们 所以你看今天 示范你们问的问题 我都给你们解答 明白了吗 示范你们问的问题 我都能够给你解答 好了 来 再来看生产环节 生产环节了 21年12月 穿越咯 小思奶茶店 开始正式生产奶茶 当月投入茶叶成本十万 牛奶成本五万 珍珠成本是四万 育圆成本是五万 它是不是开始生产了呀 来 你看啊 咱们这个是有逻辑的 你当时这个原材料 投进来的 它增加是不是在借房 现在入库了 对不对 我现在要生产领用了 各位 从库房当中把它领出来 原材料要减少 原材料是资产 那么资产减少在哪方 再带一方 你看 我说你能听得懂 没问题让你思考出来 你现在还不具备 这种思考的能力 所以你看 一共这是十万 五万 四万加 五万 一共是二十四万呗 对吧 这二十四万是什么 原材料 原材料是要减少的 对吧 那减少这哪方 再带一方 那这可想一件 那应该是带 原材料二十四万 那接下来你干啥去了 你吃了吗 没 我去生产奶茶去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奶茶 在生产的过程当中 它能喊一二三就生产出来 不能 得加工生产 所以我原来介绍 有过成本类的会计 可是你们还记得吗 叫生产成本 我当时形象的 把它比喻成是一个车间 一个生产车间 那就相当于 我把这些材料多 投到生产车间了 所以你的成本 也会有二十四万 那么你再想 成本类的会计科目 增加在哪方 成本类的会计科目 增加在借方 所以接下来这份录 是不是就可以写成 借生产成本 二十四万 带原材料 二十四万 由借必由带 借带必相等 因为当时来的时候 这材料我也没分 没有分什么茶叶呀 牛奶呀没分 所以现在呢 咱们简单的 就直接把原材料 二十四万多 都给它带掉 就可以了 所以借生产成本 二十四万 带原材料 二十四万 你会发现个问题吧 各位 发现什么问题了 我们说资产等于 负债加所有的权益 对不对 那你看这里既有资产 还有成本了 所以我说过 成本就相当于是资产 那资产内部的 一争一减嘛 所以那等式不变的 那个等式是不变的 生产成本核算的是什么 是生产车间 生产产品的成本 生产产品应用材料 所以材料成本 记录到生产成本当中 生产成本是成本 成本增加在戒方 那有同学说 啥时候变成那个库存商品 刚放进去 就能变库存商品 你不得等着吗 是吧 等着一点点来呗 来继续 看第二 说小资奶茶店 招聘奶茶工 鱼鱼仔 奶茶销售员工 翠翠仔 收益员黑黑子 哎呀 这刘洋老师 这真的是小女生 我读这东西 我自己都感觉怪怪的 然后这些人的工资 是月工资是5000 工资在月末计题 次月5号发放 所以到了月末的时候 我是需要计题工资的 明白了吗 计题工资 啥意思各位 为啥要计题呢 为啥 全折发生质 是不是 全折发生质 你需要计题工资 没付呢 但是你是不是形成负债了呀 那这个负债是欠谁的 是欠谁的 欠职工的 所以你负债增加 用哪个快递科目 叫应付职工薪酬 这我说了我最喜欢他 那么负债增加 在负债呢 就是带应付职工薪酬 对不对 你算是多少钱啊 15000呗 一个人 两个人 三个人嘛 每个人是5000 三个人加了一块是15000 所以你的应付职工薪酬 应该是1.5万 对吧 那好了你欠谁的钱 奶茶公的 鱼子 销售员的 翠翠子 收银员的 黑黑子 那这些子子们 各位 它分别是不同的岗位 你发现了吧 来我给你分一分啊 你看 这个是奶茶公 它是生产奶茶的呀 对吧 生产奶茶的 它的工资进哪 各位 它是直接参与生产的 所以进哪 进生产成本 所以它的工资 进生产成本 这个东西你未来是要背记的 现在不用 现在不用 未来你是要背记的啊 现在不用 然后再来销售人员的 翠翠子 它是为了销售而发生的费用吧 所以销售人员 它的工资进哪 进销售费用 这个东西未来是要背的 现在不用啊 现在不用背 好 再来 收银员 它也不生产 它也不销售 那它就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 正常的行政人员 所以行政人员 它的工资进哪呢 进国力费用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这三个人的工资 记录到三个不同的快递科目 分别是生产工人的工资 生产成本 销售人员的工资 销售费用 行政国力人员的工资 国力费用 OK吗 这叫根据受益对象 受益对象 不是你搞对象那个对象 根据受益对象 我们来进行分摊 这是计题的过程 对吧 所以这个分入 我们能不能写出来 有没有什么接地气的 告诉我计题是啥意思 计算提取 你写上 计算提取 这是接地气 说白了 你比如说你欠银行贷款 银行说你年末一次性给我 但你是不是得算一算 每个月是多少钱 你先算出来 先放在这 就现在你把钱先存在这 到了年末的时候 把钱光一次性给人家 这叫计算提取 这叫计题 刚才问我那同学你懂了吗 所以借 生产成本 是5000 0.5单位是万元 然后借 销售费用 5000 0.5万元 然后再来借 国力费用 0.5 是吧 然后贷啥呢 刚才说过了 欠职工的 负债叫应付 职工薪酬 因为今天我是 给大家解答了这么多的问题 所以今天的课 稍微要延迟下课了 要延迟一会儿下课了 无所谓 这个我不强求 我说我拿绳套着 你不许走 走了 我就字幕不是不是的 你爱走走 到点了 你要听累你就走 但是我讲不完 我肯定会稍微压点糖 因为今天我给大家解释的太多 为什么不是生产费用 没有这科目的同学 没有生产费用 这科目就叫生产成本 老师为什么不叫生产费用 那你为什么叫你那个名字 不叫我这个名字 规定 王八的屁股 规定啊 人家就叫生产成本 明白了吗 OK了 好了 这个OK了 有同学问 为什么不是制造费用 你学多了 这个就是你学多了 明白了吗 制造费用 它不进生产公务人的工资 它进生产车间活力人的工资 这我不讲 你当没听到 要不你就懵了 要不你就懵了 假如说我们到下一年把它发放出去呢 假如说到下一年 我把它发出去 这工资我给它付了 付了工资得拿啥付 拿钱付 钱是啥 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要减少 那么资产减少在哪边 贷一边 贷房 对吧 资产减少在贷房 所以那我应该是贷 假如说下一年我把它发了 银行存款对不对 一万五 那同时有借币 有在借贷 币下呢 你把工资发了之后 你还欠这些职工的工资了吗 你还欠他们工资吗 不欠了 不欠负债是不是要减少啊 那负债减少在哪方 在借房 欠谁的钱 职工的 所以当时你是应付职工薪酬在贷房 那现在从借房给他冲了 借 应付职工薪酬 一万五 由借必有待 借贷 必相等 OK了吗 说清楚了吗 这算是补充的啊 再来继续看第三 说小司奶茶店 本月发生固定资产的折旧费 三万五 无形资产的胎销费 五万 啥意思 什么叫折旧 这个用不用我给你解释一下 你买了个新的手机 买完一年之后 他还能值原来那个价格吗 不能了 怎么办 折旧了吗 对吧 折损了 折损变旧了 这叫折旧 说老师你给我解释 解释折旧 解释不清楚 就折旧这是一个名词 但是他不是专有名词 这是生活上的一个名词 折旧了吗 明白了吗 折旧懂不懂 你这些固定资产 当时来的时候二百万 你能端一次性 把这二百万 浸奶茶成本不可能 怎么办 分期通过 计题折旧的方式 计算提取 计题折旧就是计算提取 计题折旧的方式 记录到生产奶茶的成本当中 所以他告诉你 当月的折旧费是三万五 那无形资产不叫折旧 为啥它不叫折旧呢 各位 你看不到摸不着 它折损了吗 它变旧了吗 没有 一件衣服穿十年 这儿露个洞 这不就旧了吗 折锁了吗 变旧了吗 所以这是有形资产叫折旧 而无形资产叫什么 叫贪销 明白了吗 无形资产叫贪销 我投那个专利权 这个月贪销五万 你不能端这一下三百万都进 奶茶成本 所以各位 人人听了 你这个东西是干啥的 你这个设备是干啥的 是生产奶茶的呀 所以这个折旧费要进奶茶成本 你这个专利权盖啥的 也是生产奶茶的 所以这个专利的摊销费 也要记录到奶茶的成本当中 我这么说 大家能听明白吧 所以你看进成本进哪 各位 各位听好了 进成本原折商 归根结底 最后要进生产成本 就进这里 一二的 要进生产成本 但是 各位 如果你生产的产品不是一种 你比如说奶茶 有各种各样的口味 你不是生产一种 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能 比如说生产产品 有甲产品 有乙产品 有饼产品 甲饼这三种产品 一共发生折旧费三万五 无形资产 太销费五万 你告诉我 你进甲进乙进品进多少 你怎么进 你怎么进 拍脑门进吗 不行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 不能直接进生产成本了 不能直接进生产成本了 那说进哪呢 咱先在制造费用当中进行归集 归集这俩字是这么写 归纳集合整理 就是归集 归纳集合 就是在制造费用当中 我们进行归纳集合 所以制造费用又是一个成本类的会计 能不能想起来 制造费用是一个成本类的会计 所以它的增加在 借方 那应该是借制造费用 这俩加在一块 就是八万五 加在一块是八万五 那接下来 贷啥呢 应该贷啥 应该贷固定资产 对吧 固定资产减少了吗 应当贷无形资产 那无形资产减少了吗 对吧 所以 看好了 它应该是这样 借制造费用 八万五 你先别写啊 固定资产三万五 贷无形资产五万 它应该是这么写的 对吧 这是我们能够想得到的一个原理 确实你固定资产在 价值在变少 无形资产价值在变少 所以我得带固定资产 带无形资产 没问题 但是这里有个弊病 你这么带完之后了 最后那个固定资产账上 剩的那个钱 你比如说今年啊 我固定资产原来是一百万 假如说一百万啊 我现在带了一个三万五 我现在账上是多少 剩96.5万对不对 今年是96.5万 明年呢 后年呢 再往后呢 若干年之后 我再问你 我说当时这个固定资产 是多少钱买的 你能找得到吗 你找不到了 你得把原来最早最早 购入固定资产 那个账翻出来 哦当时是一百万买的 三年五年你能翻出来 过了二十年你能翻出来了吗 翻不出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各位同学 我们不能直接去充减 或者直接把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的成本给它带掉 不能直接带掉 那怎么办 我们运回一下 用什么呢 用一个资产的背底科目 听好了 用一个资产的背底科目去抵它 啥叫背底科目呢 就是备用的去抵消它的科目 举个例子各位 你比如说 我这个例子可能不太恰的 听说过备胎吗 听说过备胎吗 各位 那个备胎是什么情况 你开车的过程当中 如果这个车胎爆了 你还没法补胎怎么办 后备箱当中有备胎 你把备胎给我放上 是吧 就是备胎吗 备底吗 备用的吗 对吧 那这个背底呢 各位跟那个背底啊 那个备胎啊 不是一回事啊 道理相同 但其实不是一回事 你们以为是啥 你们以为的备胎是什么 太龌龊了 你们不要去多想 不要去多想 那你比如说 像我刚才说的固定资产 我不允许你直接把固定资产 那个价值给我减下来 怎么办 用另外一个科目 另外一个科目叫什么呢 叫累计折旧 用累计折旧 去抵减固定资产的价值 再来一个 叫累计摊销 用累计摊销 去抵减无形资产的价值 这俩我告诉你 它都是资产类的会计科目 这两个啊 它都是资产类的会计科目 那么我们说资产类的会计科目 增加在哪方 在借方 但是它是背底 背道而行 你借方增加 那好了 我就代方增加 看明白了吗 你是借方增加是吧 那我跟你背道而驰 那我就代方增加 我说清楚了吧 所以背底科目 一个叫累计折旧 一个叫累计摊销 那么回过头来 这俩就不能是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用什么呢 用累计折旧 它增加了吗 这个无形资产也不能直接用 用什么呢 用累计摊销 一个叫累计折旧 一个叫累计摊销 这一份就行了 借制造费用8万5 带累计折旧 3万5带累计摊销5万 有借必有贷 借贷 必相等 蒙了也不要紧 没关系 蒙了也没有关系 刚开始去都这样 你刚开始都这样 这是直播客 你能自己打算 你听个录播客 你跟谁说去 你自己坐在那说蒙了 那我跟你讲 你这个买客的钱 你治不好你的病啊 你坐在那听录播客 哎呀我蒙了 哎呀蒙去了 你买客这个不出百元 治不好你这病的 这是直播客 你有个发泄的口径 但是我跟你讲 终归有一天 你会发现 切就这东西 我当时能不能傻 说我自己蒙了 明白了吗 所以各位慢慢来 慢慢来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来 各位同学 继续了 继续了 我们现在把奶茶店的设备折旧 无形资产专利技术的摊销 我们把它进制造费用了 那这个制造费用最后要往哪转呢 转哪去呢 各位要转到生产成本当中 他说你不能一次性进吗 你就把这个制造费用过换成生产成本不行吗 为什么要走制造费用 刚才我解释过了 如果你生产多种产品的话 你没法直接一次性进 所以我现在是给大家讲的一个全流程 讲的一个全流程 所以接下来我们还需要把制造费用 这叫截转到生产成本当中 这是8万5是吧 那借生产成本 8万5带 制造费用 现在咱们已经一个小时快十分钟了 你现在脑子进不去也正常 你就想你们自己平时学习一个小时多了 你还能觉得进去 学不进去完全正常 实在受不了了 坚持不下来了 咱就玩去吧 等哪天有空了 你再回来听也可以 或者是等下一次刘洋老师开课的时候 你可以跟刘洋老师 我大概率能感觉到 你要再次跟刘洋老师听的话 再听一遍的话 肯定比听我第一遍要听得更清晰 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开多轮 多个老师给你讲 哎呀 萝卜咸菜各有所爱 有的爱刘老师 有的爱刘老师 有的爱刘忠老师 有的爱刘洋老师 都是不一样的 明白了吗 所以这个我们还需要把制造费用转到生产成本当中 这个书上是有答案的啊 各位 往后翻书上是有答案的啊 来 再来看第四个业务 说12月31号 3万杯奶茶 全部生产完毕 质检各个入库 月末无再产品 这啥意思啊 就是你这月生产所有的奶茶 全都入库了 来你看啊 生产成本 这不就是一个车间吗 你看我往前倒啊 这儿是不是有24万 在界方吧 对不对 这儿是不是有0.5万 在界方吧 来我给你写上啊 24万 0.5万 来 这数有8万5 在界方吧 这有8万5 你告诉我 生产成本的界方 一共归集来多少 一共归集多少 33万吗 33万吗 数一共是33万呢 各位 我加的对不对 9 33 对 那这33万 我数都生产完毕了 我这3万杯奶茶 一共生产成本是多少 不就是33万吗 那它全部生产完毕之后了 是不是要入库啊 对吧 验收入库嘛 那你告诉我什么增加了 完工产品增加了 完工产品叫什么 叫库存商品 库存商品属于资产 资产增加在界方 所以那应该是界 库存商品 多少啊 33万呗 带啥呢 你都生产结束了 你都入库了 我这个生产车间 还有这个成本了吗 没有了 这成本上哪去了 上库存商品当中了 所以生产成本要减少 成本减少 再带一方 所以带 生产成本 33万 有借必有代 借贷必相等 OK了 所以这是第四个业务啊 再来看销售 说小四奶茶店呢 销售了两万八千杯 每杯售价是三十元 钱给了 然后销售原材料 珍珠 三十箱 卖了五万块钱 成本是两万五 钱都 哎呀 还收到一个商业程度贵票 这刘洋老师太能扯淡了啊 还弄个商业程度贵票 这增加难度吗 咱一个一个来 咱先看一下 你说这个奶茶 一杯 它的成本是多少 看这就能看出来 一共是33万 入库的是三万杯 走你 走你 十一 所以一杯奶茶的成本是十一元 对不对 我这么说大家对吧 一杯的奶茶是十一元成本啊 那你现在卖多少钱 卖三十元 暴利啊 好 卖了两万八千杯 他钱给了来 两万八 乘以三十 八十四万 所以他钱给了吗 给了 给钱什么会增加 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是什么 资产 资产增加 在街坊上 所以你看 你分析一定要按照这个思路来啊 那就借银行存款 这是八十四万是吧 然后接下来很多初学的同学 一定是带库存商品 不对啊 不对啊 你是把这八十四万卖出去 他给你钱 这是你的收入啊 这八十四万不是你的成本 是你的收入 对不对 所以你应该是带收入的 那是主营业务收入 还是其他业务收入呢 我说过 如果你是一家工业企业 你销售资产的产品 奶茶不就是资产产品吗 这叫什么 这叫主营业务收入 收入增加在哪方 在带一方 所以带 主营业务收入 八十四万 OK吗 钱给了 借银银行成本八十四 带主营业务收入八十四万 OK啊 再来 你把这东西卖了 有没有成本 有 成本多少来 算出来 二十 两万八乘以十一 三十点八 三十点八是你的成本 对不对 那你是不是把奶茶卖出去 库存商品要减少 库存商品是资产 资产减少在带一方 所以那应该是带 库存商品 三十点八 带库存商品 三十点八 那借啥呢 想一想 来 我当时说过了 我说那个主营业务收入 跟对应的叫什么来的 叫主营业务成本 对吧 那个主营业务成本 它是什么类的 费用类的 我说过了 带成本它不是成本 它是费用 你自己去听上一集课的回放 有图有真相 我说过 对吧 主营业务成本 其他业务成本 带成本但不是成本 制造费用带费用 但它不是费用 而是成本 这是原话 那费用增加在哪方 在借方 所以应该是借 主营业务成本 三十点八 由借必有贷 借贷 必相等 这是确认收入的 这是截转成本的 对不对 确认收入截转成本 好 这个奶茶这个事 咱搞定了 然后他还把这个珍珠给卖了 是吧 珍珠卖了三十千 卖多少钱 卖了五万 然后呢 它的成本是两万五 那接下来钱给了吗 没给 他给的是商业承绘费票 各位 我讲过商业汇票 你有印象吗 我讲过商业汇票 我说这个商业汇票 根据成对人的不同 它可以继续细分 细分成银行成对的 叫银行成对汇票 企业自己本身成对的 叫商业成对汇票 但我不管你是谁成对的 你给到我的这张商业汇票 站在我的角度 那是应收票据 对吧 所以我收到了商业汇票的话 那么应收票据要增加的 应收票据是资产 资产增加在界方 对不对 资产增加在界方 同学问这十一怎么来的 这个十一是这么来的 33万成本 入库了3万杯奶茶 所以每一杯奶茶是十一元 这不愿意 我上课告诉你们 这玩嘛 所以这不愿意 但听政客你要敢这么猛猛 一个大飞车给你踹飞 但现在不用 现在不踹 现在不踹 因为我告诉你们是玩 上政客可不行 来 我收到一张商业汇票 所以商业汇票的应收票据15 但是你现在卖的可不是你的产品 你卖的是材料 我说了 如果工业企业把材料卖出去 那叫什么 其他业务收入 你看有的人带原材料了吧 就掉坑里了 是吧 你不能直接带原材料 要带其他业务收入 所以这5万是你卖材料的收入 所以这块应该是带 其他业务收入 5万 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这个你不能带库存商品的 这个你也不能带原材料 然后接下来 你原材料收卖出去了 它的成本是25,000 是不是要减少原材料 减少在哪方 在带方 所以带原材料25,000 那借啥呢 收入跟成本是对应的 对吧 这是其他业务收入 那对应的是啥呢 那就是其他业务成本 所以其他业务成本是 25,000 那这个就搞定了 你看慢慢慢慢的 你就能上道了 慢慢慢慢你就上道了 OK了吗 各位同学 OK了吗 来OK的扣1 OK的扣1 咱今天这个课真的时间有点长 说白了 前面我给你们讲的太细了 太慢了 带你们玩的太多了 所以最后一次课了 我必须把课讲完 只能压长了 对不起了 各位同学 对不起咯 OK了 实在抱歉 还有0.5啥意思 0.5啥意思 是不OK吗 不OK啊 不OK呢 刘老师能力有限水平一般 也就是说只能讲到这份上了 我有一说一 我能讲的最细致的 也是这份上了 再细我也细不了了 再细的话 你可以去听刘洋老师的 等下次刘洋老师讲这部分 你可以去听 他应该讲的比我还细 那就会一针一线的去帮助你讲 我也是这样的 但是我跟你讲 这个有一说一 就是你听完我一遍之后 你再听刘洋老师的课 一定是门儿清 因为你学会一遍 明白了 你学会一遍了 所以也欢迎大家多去听刘洋老师的课 那写的是董董董还是懵懵懵啊 刘美美 你那是董董董还是懵懵懵啊 对明天可以听听回放的 你要体谅我呀 我站了78分钟80分钟了 我从不到7点在这站 你们的 你们的都这状态去听客去 我这一直站着呀 是不是你体谅体谅 一个80多岁老头吧 来最后一步了啊 各位 最后一个了 我们到了年末的时候 我得算一下 我这一年我赚多少钱 对不对 怎么算各位 我们要设置一个 所有者权一类的会计科目 叫啥呢 叫本年利润 你从他这名声上来看 这科目他涨的就是算一年赚多少钱嘛 对吧 这科目他涨的就是一年赚多少钱 他是一个所有者权一类的会计科目 那么增加在借方减少在贷方 我刚才说的对不对 增加在借方减少在贷方 我刚才说的对不对 有没有认识听 不对啊 你别跟人云云云啊 不对啊 增加在贷方减少在借方 记住了吗 那说所有者权一怎么增加怎么减少 对 你赚钱不就增加了吗 所以你会发现啊 他带方是增加的 借方是减少的 明白了吗 带方是增加 借方是减少 来 各位同学 你还记得吗 你还记得我说过一句话吗 我说 随一类会计科目 期末无余额 你有没有印象 我说过鱼卦 我说随一类会计科目 期末无余额 那这个余额跑哪去了呀 跑丢了呀 跑哪去了呀 都跑本年利润当中来了 所以你会发现 你跟我思考一个问题啊 你说这个收入 他的增加数在带方 对不对 我说减少在借方 那咋减呢 各位 你把东西卖出去了 这就是你的收入 怎么能减少 所谓的减少 就是把它转到了 本年利润的带方 那就是借某某收入 比如说主营业收入带什么 带本年利润 举个例子来 我们这个月的收入 大家看一下 主营业务收多少 84万 其他业务收多少 5万 没有别的了 就这俩 对吧 所以接下来我们截转的时候 借 主营业务收入 这84万 84对吧 其他业务收入 5万 这两个收入当时增加 是在带方增加的 我现在期末要把它转出去 从借方给它转出去 转哪去呢 转到本年利润的带方 那就相当于增加了本年利润89万 那本年利润增加了吗 从收入的借方转到本年利润的带方 从收入的借方转到本年利润的带方 这个大家能看明白吗 那这样的话你看啊 比如说收入这边一共是89 这边我转出去89 那平了 还有余格吗 5余格 明白了吗 它就没有余格了 OK 好 来 再往下 那你说这边 它转进来的是什么 你把收入都转这边来了 那这边呢 是不是对应的费用啊 对不对 是不是对应的费用啊 那费用包括啥 来看 这有个其他业务成本 这是费用吧 这有个主营业务成本 这是费用吧 对吧 再找 再找 这有个管理费用和销务费用 这是费用啊 对不对 这些叫费用 还有没有 再往前找找 没了 来这还有一个一万的 你看漏网之余 这还有一万的 这是不是叫费用啊 再往前找找 还有吗 没了 这些费用怎么办 你会发现 来看好了 借邦 来看好了 看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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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邦 看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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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邦 借邦 它是不是都在借邦上增加的呀 那怎么办 转的时候 从贷邦上转出去 还有人说制造费用呢 制造费用是成本的 它不是费用啊 我再说一遍 制造费用是成本类的快利坑末 它不是随意类的快利坑末啊 那怎么办 转呢 那就是贷 这个主营业务成本 冲了 从贷款给它转了 主营业务成本 是多少 30.8 是吧 其他业务成本 是2.5 然后还有财务费用 1万 管理费用 0.5 销售费用 0.5 这些加在一块多少 是35.3 那借帮是啥 是不相当于利润在减少啊 收入减费用 不就是利润吗 利润在减少 在借帮 那就借 本年利润 35.3 借本年利润 35.3 财务费用是12 哪来的12啊 同学啊 财务费用哪来的12啊 那是一年的呀 哎呀 这可能来了 这不写的一万吗 这不写的一万吗 人家一年是12 你这是12月1号借入 当年不就一个月吗 那一个月不就是一万吗 财务费用是一年的呀 人家12月份借入的呀 都不是1月1号借入的呀 所以21年不就是一个月吗 那一个月不就是一万吗 对不对 还在这供额的降呢 还在这供额的降呢 还没听明白吗 来继续了 这个咱各自听各自的 我今天心态很好 因为这个阶段就是这样的 有的学得很清楚 有的学得很迷糊 就是这样的 个体差异 刘老师讲15年 16年课了 我太理解你们了 我不再了解你们 我还很理解你们 所以你看我今天心情 非常非常的高兴 是吧 非常非常的luck 来吧 你告诉我 本年立春贷方是89 借方是35.3 你能不能算上你赚多少钱呢 你的收入减去你的成本费用吗 对不对 收入减费用 你赚多少钱 53.7 53.7 这是你赚的钱 各位 赚的钱 到年末了 12月底了 你赚了多少钱 你赚的是53.7 对吧 听最后一个知识点 各位 最最后后一个知识点了 这个本年利润到年末的时候 它平时是可以有余额的 平时是可以有余额的 到年末它是不能有余额的 就它也不让有余额 因为你是本年利润嘛 你现在是21年的利润 对吧 如果你要有余额的话 到22年它是个累计数了呀 所以到年末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本年利润给它清零 那说怎么清呢 也是转 也是转 咋转 从借方把它转出去 你不就是53.7吗 对吧 那么我们从借方把它转出去 借 本年利润 本年利润 53.7 来带什么 各位 最后一个知识点了 带什么 你给我思考问题 赚的钱是谁的 赚的钱是谁的 公司的 公司是谁的 老板的 老板叫什么 叫股东 还叫什么 叫所有者 在快点上叫什么 叫所有者权益 对吧 它叫所有者权益 所以你会发现 这53.7 其实是所有者权益 本年利润本身是所有者权益 你把它减少 那记录到的也应当是一个所有者权益 对不对 那这个所有者权益叫什么 叫利润分配 所以利润分配是53.7 利润分配也是所有者权益 增加在代方 所以从本年利润 转到了利润分配 这个所有者权益 内部的接转 为什么要这么做 刚才我解释了 你有没有认证听啊 我说本年利润 它是核酸本年的利润情况 对不对 你到了年末 如果你不转 它还有余额的情况下 到了22年的时候 这时候变成个累计数了 那还是本年的吗 那就不是了呀 所以到了年末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本年利润 给它接转掉 各位 我刚才所有讲的这些内容 请大家把书往后翻一翻 翻到18页 18页一直到20页 我所有写的这些快递分路都有答案 所以下课之后 如果你有时间 还想自己发愤图强的同学们 请你自己去看一看这些答案 然后呢 如果某一个快递分路 你当时没有立即反应上来 不要紧 这是你学习的一个必经阶段 而且我们开多轮直播的目的 就是想让大家在这个阶段 能够真正的把快递分路夯实 真正了解快递分路 真正会自己编制快递分路 那么在这里 各位 不要多想 我讲到哪儿 你学到哪儿 你不要想别的 因为前边的东西你还没会 基本的快递分路你还不会编 你不要想这种情况那种情况 不要好高骛远 来教大家编分路三步法 这走了就没学到 编分路的三步法 独家秘方 编分路的三步法独家秘方 首先第一步 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 各位同学 第一步干什么 你读下来这个经济业务 你找你最容易理解的一个方向去想 找什么呢 找简单的方向去匹配 会计科目 就是你找一个简单的方向去匹配快递科目 这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现在支付广告费一百万 你想 我把钱付出 这是好理解的方向 付钱了吗 那钱付出去了 银行存款是要减少的 这个方向就有了 匹配到的快递科目叫什么 叫银行存款 那接下来 第二步干什么 根据你第一步匹配出来的快递科目 然后去分析 它的类别 进而 记录方向 啥意思 你分析出来是银行存款对不对 什么类别的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成本共同和随益 什么类别的 资产类的 然后进而去匹配方向 啥匹配呀 你分析出来是钱少的 是资产类的 资产类的减少 再贷方 所以这个 进而记录方向 这个方向是什么 要么是借方 要么是贷方 我这么说大家能理解吧 先找简单方向去理解这事 匹配快递科目 匹配完之后了 然后去分析类别 啥类的 资产负债 所有者权益 成本共同和随益 然后找到之后 增加还是捷少 记录方向 OK 然后第三步 因为我们说有借必有贷 借贷必相等 各位 你是不是找一个简单方向 已经把这个快递科目 一边定下来了 要么借要么贷定下来 进而去想另外一方 然后 我们说根据 第二步 因为你已经把方向定下来了 对不对 去思考 对方科目 去思考对方科目 你比如说像我刚才举的例子 你现在付了广告费一百万 你能想到的是什么 银行存款要减少了 付钱了吗 好 第一个 第二 类别资产类的 减少了 贷房 那借了想借房 借房是啥呢 你付的叫广告费 广告费是什么 是你的一项费用 那费用马上去 在你的大脑当中去解锁 广告费是什么 销售费用 那你再去匹配 销售费用是费用 费用增加了 在借房 正好 你那付出写出来之后 借房是空着的 对吧 你贷了银行存款一百万 借房 销售费用一百万 然后有借 并有在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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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税序是不是就履顺了呀 各位 所以按照这个思路 我们可以把整个 这八个会计分入 就是十九页十八页 一直到二十页 这八个会计分入 你自己都可以 按照这方式去理解一下 最主要的 你们现在 我给你整一下 来 其实我不知道直播界 现在还有多少日子了 我都一个半小时了 给你整整麦 你们现在最主要是什么 你知道吧 会计科目名称记不住 而导致的焦虑 第二 是什么类别 记不住 而导致的焦虑 第三 记住类别了 反应不出来 借贷增减方向 而导致的焦虑 你把这三个都搞定了 你就不再焦虑了 明白了吗 你焦虑个流啊 各位啊 刚开始 你已经比人家快了 咱得给人家留点后路 不能把人家后路全都给断了 为什么我说这个阶段 我们是快乐的学习呢 真的啊 我今天给你们上一个半小时的课 我站在这儿 我没有感觉到累 因为我真的很快乐 你知道吧 给你们讲课 我真的很快乐 甭焦虑慢慢来 对咯 明白了吗 甭焦虑慢慢来 行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整个2022年初级快递 直程考试初级快递实务 抢先学的第一期 我们胜利节课了 各位同学 给自己呱唧呱唧吧 我们节课了 那我不辛苦 你们辛苦了 同学们 我算啥 我不辛苦 能给你们讲明白 讲清楚 让你们会了 那是我最大的成就 刘德华有一首歌 你是我最大的骄傲 歌词写得非常非常好 建议大家一会儿下课的时候 可以去听一听 当然我们外边小四官 一会儿下课之后 也可以给大家放一放 大家可以去听一听 听一听 你是我最大的骄傲 刘德华唱的 挺好的 歌词挺好的 那非常感谢大家 能够在周末的时间 抽出时间来听我们的直播课 我们这五节课 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让大家对快递有个感觉 没说一定说 这五节课 我就一定要把什么什么学会 不需要 还是那句话 我们快乐的学习 好了 各位同学 您学习今天非常非常的辛苦 我们下次课 将由刘洋老师和傅湘君老师 给大家带来第二期 什么样的人可以听第二期 所有人 有时间你就听 总归每一位老师 都有每一位老师的优点 优势和特点 然后等到明年11月份 真正 今年11月份 真正正式开始行者计划课程的时候 全程班的时候 你选择一位你适合的老师 未必所有人都适合我 有的人可能适合刘洋老师 顾洋老师 适应这个蒋明乐老师 都是这样的 所以每个老师都有自己自身的特点特色 希望各位同学选择适合自己的老师 各位同学 您学习辛苦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